《梦想剧场》 《梦想剧场》 显然节目组是明白观众究竟喜欢看怎样的情节 也足以可见嘉宾对节目而言究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相信大多数会观看本期节目的观众 其实并不是想要感受来自真情侣的撒狗粮暴击 而是想要通过他们的游戏环节 感受张灵鹤和白露之间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情侣 因为这对荧幕CP最开始被媒体爆出私下交往时 其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最开始的爆料视频中狗仔声称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三天两夜 但是却并没有拍到两个人同框出现的画面 而所谓的三天两夜 其实也有很大的疑问 从视频中能够明显感受到 画面被人刻意镜像了 才会造成一丝同居的视频 显然在本期节目中 张灵鹤作为飞行嘉宾到来的目的 是为了和白露合体宣传宁安如梦这部作品 只是让观众感到遗憾的是宁安如梦因为技术原因 在第一次订档时 没有如约和观众见面 不知道这部作品何时才能正式开播呢 当然了 想要宣传自己的作品 自然也是不容易的 嘉宾刚开场节目组便提出要求说 白露和张灵鹤如果想要宣传新剧 则需要被其他人谈脑门 只要满足这样的小条件才可以 为大勋听完导演的话后 毫不含糊地在谈白露之前还喊了一下 果然让大家听到了一声脆响 周深还忍不住调侃道 白露的露角都快被弹出来了 既然是命运选择挑战 自然每个环节都与选择有关 第一项游戏环节 就要求成员们各自选择不同的打招呼方式 从最普通的礼貌打招呼 与射牛状态打招呼进行选择 原本以为射拱的周深会选择最普通的方式 可没想到在上车后 他瞬间切换为射牛模式 就连车上的阿姨都被热情的他所感染 而这也是在本期节目中 关于白年好和可以科的第一个堂点 两个人在上车之前 在暗处共同讨论对方可能会选择的打招呼方式 在上场之前彼此还依依不舍 其实这个片段早在录制当天的直播中 便被现场的网友拍到 当时以为是小情侣在安慰对方 没想到现场的剧情居然会是这样 第二个命运选择便来到了 听指令吃饭的游戏环节中 在这个环节中 成员们需要根据导演的指令 从面前摆放的各个食材中 准确找到指令中的食物 并完成挑战 显然沙翼成为了这个环节中最大的笑点 即使忙中出错 也能够让人感到他的幽默之处 除此之外 沙翼在别的环节中也都稳定发挥 尤其是在听到导演说 当自己与其他人选择不一样时 可以获得额外的投资点数 之后他的脸上就能够明显感受到一些小心机与算紧 就连李晨都直呼 不要被导演给予的好处所蒙蔽 一定要团结 于是观众纷纷调侃道 沙翼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表情管理 一不小心就会被大家识破他的小算盘 而白年好鹤在这个环节中也同样十分好刻 张灵鹤得到的指令是吃完所有东西后 立即吹口哨 显然这对于满嘴塞满食物的他来说是一种为难 只是身边的白鹿似乎回忆起了自己的黑料 毕竟他在奔跑把舞台上给观众留下最大的金句 就是我不会吹口哨 徐 而这次也算是形成了梦幻联动 在之后的挑战中 导演又要求张灵鹤选择许多食物 而将做好的菜包给白鹿吃 这个片段让很多观众表示 这简直就是小情侣在甜蜜互动 可是还有不少观众表示 这只不过是听取导演的命令 完成要求而已 只是最普通的同事关系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糖 看完整期节目后 认为白鹿好喝CP是真情侣的粉丝 能够从其中刻到许多糖点 然而认为两人之间的恋情 只不过是为了作品 进行宣传炒作的观众 却觉得他们相处之间并没有任何CP感 只不过是在为了完成任务罢了 不知道你对这对CP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